新北市长侯友宜为了强化新北市产业用地使用效能 致力争取工业区立体化 扩大适用到一般都市计划工业区 透过都市计划法的修订 最快这个月底就要上路 新北最多增加200万坪的产业空间 新北市长侯友宜先前走访土城工业区 特了解产业发展困境 为其业者困境强化新北市产业用地使用效能 市长致力争取工业区立体化 扩大适用至一般都市计划工业区 陆陆续续有很多都市更新的案子 因为要配合我们工业区的立体化 开始投资审议 那我估算了一下 目前已经进来的案子里面比较大的 算一算大概有将近247亿 那这些都是要长期在我们新北市投资以外 也要带动更多的在地就业的员工在这里发展 针对新北市工业区立体化 启动都市计划法修订 案件经内政部审议后 已送行政院备合 最快本月底就要上路全台试用 新北最多可增加200万坪的产业空间 工业区立体化的方案也获得业界的认同 早期因为爱与法令的规定 所以说有一些不管是行业 或是说要一些周边的一些生活机能的东西 都没有办法把它带进来 那这一次的这个方案 特别提到的就是说 从我们的容积的奖励方面 不管是楼高的这个增加 就是原来的这个建筑面积 可以大量的来提升 那对于这个整个一个容积奖励的部分转移 那对于以后我们这些工厂的这些企业组 如果要改建或是重建这项的一个厂房 实际上是有相当的一个利多 就是说土地面积都可以充分的来利用 为了提高工业区土地使用效能 增加厂房空间 工业区立体化 厂商欲改建或重建厂房 得以提高容积率 只要提供回馈空间使用 除了产业育成使用 更可提供托育活动中心 停车场等公共设施的服务功能 让工业区的整体生活机能更加完善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 新北市采访报导